马太福音 词曲福音书,有什么差别? 这大家应该知道了 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 马太是谁写的? 马太,瑞利 马可,就是马可写的 马可是谁? 马可 彼得属灵的儿子 还有呢? 巴拿巴的表弟 还有呢? 他的妈很有钱 他跑回家找妈妈了 对 还有什么? 曾经被保罗开除过 因为他跑回家找妈妈 因为他回家找妈妈 所以被保罗开除 还有呢? 后来改变了,成长了 保罗又称他说是与他有益的 还有呢? 主要是在主那天,跑掉了 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跑掉了 不是,把衣服丢给那个兵,赶快跑了 对 光着身子跑掉 然后还有呢? 马可楼 就是圣灵降临的地方 他的家就是那时候五行节 他们在那边祷告 所以后来圣灵降临在马可楼 所以他家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因为他家里面比较富有 所以门徒门都在那边聚集 也有可能最后晚餐也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马可 所以马可 他是后来成为彼得的属灵的儿子 所以,彼得在彼得书里面提到说 我的儿子马可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 很多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 马太是他自己亲眼看见主所做的 主所所说的 所以他自己亲自记下来 因为马太也是一个使徒 他有十二使徒之一 路加,是一生路加写的 路加福音所根据的内容 有一些是根据玛利亚 还有其他的门徒 他是圣经里面 大概唯一或唯二的外邦人的作者 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 另外一个外邦人的作者是谁? 另外一个可能是约伯记 约伯记的作者叫做以利富 他们几个可能是都方 他们那时候,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的犹太人 所以可能是这样子 时间,哪一卷书写最早呢? 可能是马可,马可可能是六十年,祖后六十年 他写的比较简短 后来路加跟马太,就写得更加的详细一点 路加可能是随后,马太又更晚一点 最晚的一卷书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在耶路撒冷都已经被毁了之后,才写的 所以,他写的跟其他几卷书非常不一样 前面三卷书,很多地方是类似 所以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 但是约翰福音,他是最晚写的 他是补充前面三卷,所没有记载的一些事情 同时也把教会当时开始有的一些偏差,要给他假证过来 所以约翰,他是一个补网的执事 把一个鱼网破了,开始在修补 大家知道,这个是哪一卷书里面的图? 启示录,我们启示录有读到 在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有满了眼睛 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狮子、牛犊、人跟飞鹰 这刚好就反映出四卷福音书的特色 马太是狮子,马可是牛 路加是人,约翰是飞鹰 为什么讲到这四方面呢? 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强调,主耶稣是君王 狮子是万寿之王 马可福音,牛是讲到 基督是神的仆人,任劳任怨 然后,低肩负重 路加福音是讲到,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属天的这一方面 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 因为他是君王,所以这卷书里面强调天国 他是天国的王 所以这卷书里面,特别强调天国的法则跟性质 然后,特点是 马太福音最常引用旧约 对于主的言论,记载的最详细、最有系统 所以,登山宝训,关于天国的比喻等等 还有主耶稣后来,在最后一周里面所讲的一些 关于末世的一些讲论 都是马太福音讲的最详细 所以,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的道,讲的最少 他多半是讲主耶稣所做的事情 因为仆人不是要多说话 仆人是要多做事情,多做少说 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多讲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的言简易干,讲得非常的简洁 最常出现一个希腊字叫做Useus 就是立刻就于事的意思 福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马上 他动作非常的敏捷,非常的勤奋 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对于基督的人性生活 特别像是祷告,还有同情心 这讲到的是比较多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跟神沟通 然后,才有办法从神那边支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支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这边过生活 所以,他在这些方面,在祷告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他跟人在一起,所以他蛮有同情心 了解我们的软弱 这篇书,文笔生动优美 对主的祷告跟小人物的琢磨是很多 讲到税吏,讲到妇女,讲到孩童 讲到这些社会里面被轻看的那些人 路加福音里面,描述的最生动 税吏跟华利赛人,站在圣殿里面祷告 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才有写的 浪子的比喻,是路加福音里面,才有的 还有很多,你看到这个撒该 税吏撒该,也是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才有提到 约翰福音,他是讲到神的儿子 所以他这卷书里面,特别讲到 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他补充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事迹 而且多分的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和犹大 写作的对象,马太福音 它的对象特别是针对犹太人 所以它里面很多旧约的背景 马可福音,可以说是针对罗马人 这当然不是完全这样子 其实都是对我们说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倾向 好像马可福音,罗马人读了,会特别appreciate 因为它里面写的非常的简洁 然后,那些动作很多 路加福音,可能是针对希腊人 因为希腊人对于人,是怎么样才能够完美 人应该是怎么样,最有兴趣来研究的 约翰福音是写给普天下的人 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基督是君王 所以君王一定有他的家谱 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是讲到约瑟的家谱 特别讲到,因为约瑟是所罗门的后裔 所以是王的家谱 仆人没有家谱 仆人不需要家谱 人,他是人子 人子,所以他也有家谱 而且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 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 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家谱的差别 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 一个是所罗门的后裔,一个是拿丹的后裔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那都是大卫的后裔 约翰福音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无始无终 就不需要有家谱了 我们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 跟路加福音的家谱 马太福音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 我每次劝初信的弟兄姊妹们 从福音书开始读的时候 你就说,马太福音可以开始读 但是,前面的家谱可以跳过去 因为,看了可能不是很懂 因为这边一大堆名字 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马太福音的家谱 他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 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他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从玛利亚生的 他不说约瑟生基督 因为基督不是从约瑟生的 但是在法律上,他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他是从亚伯拉罕点点点 中间很多代,到了大卫 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 所罗门在点点点,很多代之后,到了约瑟 这是马太福音的家谱 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从亚当 亚当点点点,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到了大卫 大卫另外有一个儿子,叫拿丹 大卫有好几个儿子 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从拿丹一路下来的 一路下来,写到最后,到了一个西里 西里,西里是约瑟的岳父 他说父亲,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今天理系会叫赵明的爸爸,叫爸爸 西里是约瑟的父亲,但是是岳父 实际上,这个家谱等于是玛利亚的家谱 所以玛利亚也好,约瑟也好 都是大卫的后裔 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 路加福音是倒过来 从玛利亚的父亲一直讲,往上追溯到亚当 这是这两个家谱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 这几个人物,我们大概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读到 后面这个,法勒斯、希斯伦、亚兰、亚米拿达、拿顺、沙门、波阿斯 波阿斯在哪一卷书里面有读到?路德记 然后,波阿斯跟路德就生了俄卑德 俄卑德就生耶稀,耶稀生大卫 前面这里有十四代,都是讲到的 这个就是列祖时期 等到大卫之后,就进到王国时代 这个家谱里面,他就从大卫有repeat,讲了两次 因为大卫是一个分水岭 大卫就生所罗门 这个地方,跟路加福音就不一样了 所罗门生罗伯安 所以,这边都是王,这边都是做王的 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 到约兰之后,他就写说约兰生乌西亚 但是,其实约兰跟乌西亚中间,他省略了三代 亚哈谢、约阿斯跟亚马谢 为什么他跳过这三代? 有一种解释是说,摩西律法里面有说 若有人恨神,他要追讨他们的罪 重复到子,直到三、四代 若有人爱神,神要向他施恩,直到千代 所以,恨神的,他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 这个约兰,他娶了一个亚哈的女儿 所以,约兰的儿子等于是血统里面,就有亚哈家的血统 有人说,因此他后面有三代,等于是在咒诅底下 所以,三代他都跳过去了 一直到第四代才重新写 这是一种解释 但是三代当中,其实像亚马谢,算是被称为是好的王 约阿斯是半好半坏,亚哈谢是坏王 所以,跟他的好坏好像无关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跳过呢? 只能这样解释了 乌西亚神约坦,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 马拿西跟亚哈斯都是很坏的王 约坦跟西西加是好王 乌西亚也是,亚门是坏王 然后最后,约西亚是好王 中间这几十世代,是亡国时期 亡国时期之后,约西亚其实生了约亚经 约亚经就被省略掉了 约亚经就是一个很坏的王 然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约亚经 约亚经又叫耶哥尼亚 耶哥尼亚,他就被辱到巴里人去了 他只做王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就投降巴比伦王 尼布蒋伊撒,然后就被辱到巴比伦 在巴比伦当中,在那边他又生儿养女 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就被辱归回,重新回到犹大地 然后之后,亚比律 后面这几个人,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再听到被提起 因为这些都是平民老百姓 然后一直到约瑟 基督就是约瑟的养子,从这个地方带出基督来 这里是被辱之后的时期 这里头算一算 他是说,前面列祖时期,十四代 中间这里,王国时代,十四代 后面也是十四代 十四加十四加十四,等于多少? 四十二,对不对? 四十二,有什么特别吗? 我们看一下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从埃及要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从南塞出发 然后就走这条路线 一路走,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个地方,神要他们进迦南 那时候,他们不愿意进去 结果后来,神让他们漂流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之后,再继续往前 从约旦河东,到了摩押平原 然后从那边攻进加坡 所以,从南塞到摩押平原 这里,总共经过了多少个地方? 四十二代 总共经过四十二代 这个在《明述记》33章5到49节里面有提到 经过旷野,有四十二代 主耶稣经过四十二代 从亚伯拉罕经过四十二代,到了基督 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四十二代,进到迦南 这里,所以这代表什么? 四十二,所以从这边看出来 四十二是表征试炼之后的安息和满足 第一个,经过了旷野四十二代之后 他们进到安息的美地 迦南地被称为安息的美地 在哪一卷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安息啊? 我向他们启示 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的 所以,迦南地是一个安息的美地 他们是经过四十二个站,在那边流离失所之后 终于进到安息里面去 所以,经过四十二之后,进到安息 迦南地 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大灾难有多久? 三年半 四十二个月 所以,四十二个月的大灾难 这是七年,末后最后七年,有七年的灾难 七年灾难当中的后三年半 那个是特别叫做大的灾难 这总有四十二个月 这四十二个月当中,敌基督在践踏耶路撒冷 敌基督在迫害基督徒跟犹太人 这是四十二个月 这四十二个月的灾难完了之后 主耶稣就再来了 主耶稣再来之后,就进入千禧年 千禧年,就是一千年的安息 我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千禧年开始 中间可能有六千年 最后一千年是安息,相当于安息日 所以,这也是一千年的安息 所以,经过四十二个月的灾难,也是进到安息 现在,主耶稣前面有四十二代 也是经过试炼、试诱,还有受苦的四十二代之后 就把基督带进来了 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跟满足 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跟满足 就是经过前面的四十二代之后,带出基督 所以,前面这个家谱,我们看到 为什么刚好,十四、十四、十四 其实,他是把他中间有比方说大卫,算两次 中间又去掉几代,被咒诅了 最后来拿掉一个约亚禁 所以,刚好变成四十二代,带出基督 总而言之,他那边是四十二代 我们就知道,这跟前面的这些,可以做一些对应 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些女子 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女子的,没有提到妇女 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五个妇女 哪五个,大家找得穿? 拉荷一个,第五节 路德,路德在哪里? 第二个是塔玛士 塔玛是,看不太出来 塔玛就是第三节 路德是第五节 三个了,还有两个 对,乌利亚的妻子 这个是第六节 还有一个 玛利亚,对,第十六节 所以,这个加福里面,总有提到五个女子 这五个女子有什么特别? 第一个是塔玛 塔玛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塔玛她乱伦 跟她公公乱伦 生下了法勒斯 但她公公承认她有益 比她更有益 因为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能知道了举手 塔玛的故事,知道了举手 有听过吗?没有一个人听过 好像有,印象不深刻 因为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段 Anyway,她是塔玛嫁给一个先生 结果她死了 后来,她小叔就娶她 小叔娶她之后,也死了 第三个,弟弟照理说,应该要再来娶她 因为这少时候都还没有生 结果她的公公,叫做犹大 犹大就觉得塔玛克夫 所以,不敢把这个最小的儿子,让她做她先生 就她在那边等半天 照规定来说 照理说,应该她最小的弟弟要来娶她 可是,怎么搞的,老是不娶她 后来,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妓女 然后,公公那时候刚好上偶,上妻 结果后来,以为她是妓女,就跟她上床 因为她那个时候,把身体都遮住,脸都遮住 所以,公公也不认得她 结果后来,就跟她上床之后,她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后来公公 因为公公那时候,跟她上床的时候 有给她一个信物,好像是抵押品 事后,会把她的工钱给她 但是,后来怎么搞的? 塔玛就躲起来,不见了 所以,她找不到塔玛,把她的信物拿回来 结果后来,事情传出来,就说塔玛怀孕了 她这个公公就说,把她拉出去给烧了 结果塔玛就说,请你把这个信物交给犹大 让他看看这个信物是谁的 结果犹大才知道说,原来她怀的孕是从她怀孕的 所以,她就不敢动她了 就说,她比较有益 为什么呢? 因为照理说,这公公应该要把最小的儿子给她做先生的 结果她一直扣留 所以,塔玛就想到这个办法,要从家族怀孕 所以,后来她就没有再跟她同房 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这个是塔玛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她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 后面几个都有问题 我们都记一下,全部看过去好了 第二个是喇合,喇合是谁? 喇合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住在耶利哥 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市 然后,她是一个祭民 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说,她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这个是喇合 第三个,路德 路德是一个磨压人 磨压人也是外邦人 而且不仅是外邦人 她是因为乱伦而产生的一个民族 摩西律法里面说 她虽然过了时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 所以,这个民族是被排斥在神的百姓之外的 但是路德,他去嫁给一个以色列人 后来那个丈夫死了之后 在路德记里面,看到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后来她就改嫁,嫁给托阿斯 为什么?因为她投靠以色列的神 这是路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理解 接下来讲到乌利亚的妻子 她没有讲说是谁 只是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了神 所罗门 乌利亚的妻子是拔士巴 拔士巴是怎么样?她被强暴 圣经里面没有说她被强暴 她只是说,大卫把她娶了去 跟她发生关系,犯了淫乱 我是相信,拔士巴不是愿意的 她是被大卫强迫 大卫是王 她是一个弱女子,没有什么能力反抗 所以后来,当她的先生乌利亚 被大卫害死的时候 拔士巴为她哀哭 她后来守寡之后 大卫就把她娶过来了 寡妇再嫁 最后一个是玛利亚 玛利亚是在这五个女子当中 唯一没有任何污点的 她是一个贞洁的童女 好了,现在问题是 玛利亚成为主耶稣的母亲 我们可以理解 前面这四个人,为什么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 有谁? 就算带什么,有问题也还是 就算要不要放弃 很好,神接纳罪人,对不对? 不是写这种,就是读书的后代 也就是乌子的那个,也在想处理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祂也充满了这样的人 但是,他们虽然是罪人,可是他们有一颗心 他们很看重,要怀孕 最好能够生出基督,生出弥赛亚 所以,如果一个女的,她没有怀孕 这个是她的羞耻,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所以,上次我们不是看到路加福音 讲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 他们年老的时候怀孕 所以,以利沙伯就好高兴啊 因为上帝把她的羞耻给她挪掉了,对吧? 嗯,前面这三个女子,都是其女子 对不对?对 他们身上有一些特质,是普通妇女所没有的 她嘛,她不像命运低头 虽然,她好像连续嫁了两个先生,好像都死了 第三个,本来该给她的,人家不给她 所以,她就设法 她如果是跟别人上床的话,她就是淫妇 但后来她是跟自己的公公 所以,公公拿她没办法 因为公公照理说,是应该把小祖给她做丈夫的 所以,她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怀了孕 怀了孕,得到儿子 所以,她对于要得到儿子,她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 就是有生命,要从她身上出来 然后,即使冒着一个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被火烧死的风险 她都愿意,其实她里面有一个很勇敢的心 我们看到,他们身上虽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瑕疵 但是,那里面有一个特质,好像是神所宝贵的 喇河也是一样,她虽然是外邦人,她虽然是寄民 但是,她相信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她愿意来投靠以色列人 在生信心里面说,她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那时候,她就接待了两个探子 冒着生命危险 对,然后她后来就嫁给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 这个首领就是这个,叫什么一个? 这个叫做... 这边就有写 喇河,对,就嫁给沙门 有些解经的学者说,很可能 这个沙门,就是那两个探子 被他保护起来的那两个探子的其中的一个 这个是很浪漫的故事,爱情故事 OK,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子 当然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探子从喇河身上看到 他真的身上有一个特质 所以,他的信心,让他其他方面所有的缺点 甚至于说谎,这些都好像都被掩盖过去了 因为他的说谎,是为了要救那两个探子 路德是奇女子,这不用说了 因为她丈夫过世了 但是,他因为爱他的婆婆 所以,愿意跟着他的婆婆,从摩押地回到以色列 然后,他为着服侍这个婆婆 你看,他殷勤的到麦田里面去十岁 结果后来,反正所有他们这些 伯利恒的那些人,都称赞他 所以,后来普阿斯说 你来投靠耶和法以色列的神,愿你满得祂的祝福 结果后来,他愿意为着拿二米的家世,留后代 愿意嫁给普阿斯 普阿斯,后来就说 你后来蒙的恩比先前更大 或者说,你后来所施的恩典,比先前更大 因为,他先前只不过是要奉养拿二米 他后来甚至愿意为着拿二米有后代的缘故 他愿意嫁给普阿斯 普阿斯那时候,可能年纪也稍微有点大了 他说,你都没有选择那一首年轻的帅哥 愿意嫁给我这个老头 你后来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选择,他成为大卫的先祖 所以,前面这三个女子,虽然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不是很完美 但是,她们身上有个特质,可以算是奇女子 使她们成为基督家谱里面的一员 拔士巴,看不出她身上有什么特质 但是,她是一个弱者 她算是被牺牲的一个人 她被大卫带进宫里面,跟她上床 我想,她是没办法反抗 她在这边是一个弱者 但是,拔士巴后来生了所罗门 还有,刚刚有提到拿丹,对不对? 是,另外一个儿子 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丹的后裔是玛利亚 拿丹跟所罗门,都是拔士巴生的 都是拔士巴生的 虽然大卫有好几个妻子 拔士巴生的这两个,这两个都带出基督 带出基督 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五个女子 我们这边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讲到约瑟 路加福音里面,是看到了玛利亚那一面 神向玛利亚显现,说要生一个儿子 叫做基督 那时候,他就冒了一个生命的风险 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吩咐,成就在我的身上。 约瑟呢?约瑟他就听说了,他已经许配给约瑟 这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 约瑟,他就怀了孕 结果,约瑟是一个义人 照当时他们的规矩 其实,他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 不知道从哪边来的 照理说,可以用石头把玛利亚打死了 但是,约瑟是一个善良,一个忠厚厚道的一个人 他不仅不愿意说把他打死,而且也不愿意明明的修复 所以,想要暗暗的把他修了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非常的善良 难怪,神就让他做耶稣的养父 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至关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为他所怀的病,是从圣灵来的 他要将到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的意思呢? 耶稣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 他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 所以,他叫做耶稣 所以,约瑟做了这个梦 他说,这一切的事,神就是要应验主 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玛内利 这个是圣经的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六,第几章? 你不要讲,刚才那么早 没讲,因为时间的关系 第七章,14节 你这是看下面的NIV的 第七章,第14节 我在想说,你有什么乖呢? 而且还没翻 还没翻就知道了 大家都写到这个技巧了 NIV,下面都会有写这个,有这个读解 说知引至于哪里 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当时以赛亚的时代,是一个小孩子的名字 但是他说,现在这个就是预表将来,要来基督 基督的特质就是他,他就是神与我们同上 约瑟醒了,就起来,遵着死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准备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个,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 神好几次对约瑟说话,都是透过什么? 梦 都是透过做梦 总共,你看到他这里面做了几次梦 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等一下给你数一下 旧约里面也有一个约瑟 旧约的约瑟,他有一个特质,他也是做梦 他也是做梦 然后,在这个梦,神给他做了四组的梦 四组的梦,然后约瑟呢? 等一下,我看看有几次 接着第二章 大家有没有看到,约瑟总共做了几次梦吗? 四个 刚才第一章有一次,第二次在哪儿? 第二次在十三节 第二章的十三节 第三次呢? 在十九节 然后第四次呢? 二十二节 旧约的约瑟做了四组梦 新约的约瑟,他也做了四次的梦 神都借着梦,向他说话 然后当西律王的时候,就是大西律 耶稣正在犹太的伯利横 这过程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 然后,当他生下来之后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他说,生下来之后 犹太人是我们的在哪里呢?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所以这几个博士,有没有说几个? 没有,不是三个,没有说几个 然后,他们会看天象 从天象里面,他们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跟我们现在看什么,这个星座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是算命的那种 他就是会观察天的那些异象 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有提到跟大家讲到说 四个雪红的月亮 神会借着这个天象,告诉我们一些地上会发生的事情 但圣经里面,对于星星的一些观察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在旧约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提到 有心出于雅各 那是在巴兰,有一个预言的地方 也是一个外邦的先知 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 他也看到有一颗心,从雅各出来 那个是预表了基督 讲到基督 这里有几位博士,他看到这个心就来了 基督徒是... 我应该再一次就讲到说 我们不去看那个什么星座 今天,我是什么星座的? 今天,这一年的运气怎么样? 没有,我们不看那些 神叫我们不要算命 但是,这些人他们有对天文 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属灵的启示 圣经里面很少有的 基督徒大概对这方面也都比较不了解 这就是从外邦来的 结果他们来了呢? 他们到哪里?到耶路撒冷 为什么来耶路撒冷? 因为他看到这个心,就是犹太人的王 所以,他想到犹太人王应该在哪里? 很自然的,他们就想到说,一定是在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王一定是在耶路撒冷 所以,他到耶路撒冷来找 这就错了 因为心虽然显现出来,但是没有告诉他在耶路撒冷 他一到耶路撒冷之后,反而引起一些骚动 第一个,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然后,第二个,耶路撒冷和尘的人也都不安 希律王听见了,不安,大家可以理解 有一个人要生下来,显然是要取代我 希律王这个人是非常多疑的一个人 他甚至于,一直怀疑他的儿子都要窜他的位 所以,他有三个儿子都被他杀了 现在说,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出生 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安 我觉得他很奇怪耶 你家现在生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小baby 可能大概两岁之内 那你等他长大,那你呢?你几岁了? 他怕他的王位将来会 哎呀! 这个婴孩还没有长大,他就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不安?他会长生不老吗? 他有后代 没有,他后代杀了三个 还有其他的 这就像是希西迦 希西迦说,你的后代会被辱去外帮做太监 他说,这是不错啊,没有发生在我有生之年 很奇怪啊! 那个是很奇怪 希西王那样做到,就不奇怪了 对不对? 他为了他后代着想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们,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不希望有一些什么变动 所以他们也不安 希西王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 你说,基督应该要生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都是很有圣经的知识 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在犹大帝的伯利恒 你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莫非我以色列名 这是哪一卷书? 这是在宜加书,第五章第二节里面有提到 小先知书 这个小先知书,他们都很熟悉 所以他们真的,圣经不是随便读的 他们是很认真读的 可是他们知道了,他们不去拜耶稣 他们有圣经的知识 但是他们对耶稣 他根本就没有读进去 朗朗上口 可是呢,没有采取行动 对,没有采取行动 反过来说,那几个博士 他们倒是,真的是心里头有渴慕 对,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他们是付代驾来的 那这几个人 他们骑后头过来,可能要好几个月才会到这边来 可能两年 真的吗? 然后从看到那个心 所以他说两岁以下 但是或者说,他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才出发 所以那些博士是外邦人? 是外邦人 对 他为什么想要来拜有太人的王? 所以他们才是智慧人吗? 对 所以他们是观察新象 他们知道这个王很特殊 非常的特殊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他们得到一个活的启示 得到一个活的意象 所以他们被里面那个亮光 或者他里面会有一个启示 被他催促 所以他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来看,应该要来拜 你看他拜完之后,他就走了 其实好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必要 限礼物 但是这个限礼物成为他里面的一个desire 他觉得说,他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所摆上他的那一份 就是说,他的人生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 有预备那么好的礼物来 虽然他不是犹太人 但是呢 他知道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王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不是犹太人 但他认为说,他们要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要有份 所以一定神有给他们启示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上个礼拜读的,不也是这样,西面 对不对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在自己未死之先,会看到弥赛 所以圣灵正好在那一天,感动他去圣殿 然后就看到了小婴孩耶稣 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差不多十公里的地方 不算太远 所以当下,西律就暗暗的招了博士来 细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可见是两年前,对不对? 然后就猜他们去往伯利恒去 说,你们去仔细寻房他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我,我也好去拜他 骗他们的 好 他们从东方来,他们讲的语言,他们是什么 沟通? 他们是博士 不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在整个中东地区 他们基本上都是讲亚兰文 亚兰文不通的话,你还可以讲什么? 希腊文 希腊文那时候已经成为世界语言 因为那时候已经经过希腊化了 就像我们现在只讲英文一样 对对对,所以这个语言是OK的 有个问题 就是,约瑟他是从梦中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但是他在那之前,他是怎么样知道玛利亚回约的呢? 风声传出来了 风声都传出来了 风声传出来了 应该是 所以玛利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因为肚子大了 肚子大了,所以人家会看得出来 所以现在很多异端,说主耶稣是私生子 所以那时候的那些村民 其实他们都算还好,没有把他石头发生 大概是,他们算是存仆的一群人 大概是这样子 总而言之,约瑟不说话 他们就不要说话了 约瑟就娶他了 接下来,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那颗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这里头有几个启示 这个博士他看到心 这心就代表是一个活的异象 因此他就对基督产生了渴慕 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是光拥有圣经的知识 但是对基督却没有心 但是人的观念,使博士走错地方 他往耶路撒冷去 结果就惊动了西律王 所以,人的观念就认为说 王一定在耶路撒冷,结果其实不是 他如果那时候,他不去耶路撒冷 他就是跟着这个心的话 可能这个心就应该直接把他带到伯利恒去了 结果他到了耶路撒冷,惊动了西律王的结果 后来就造成鹰孩被杀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的错误怎样被纠正? 是被圣经纠正 他们把圣经打开了一看 原来是应该在伯利恒 所以,当他就被圣经纠正之后 他就出来一看 然后,重新就看到这个心出现 心就往前走 所以,他就重新看到这个活的意象 所以,我们的意象 一定要跟圣经一致 不能违背圣经 许多说,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被圣经来纠正 我们这边就看到,佛式跟文式的对比 一个是,里面有活泼的启示 一个是光有死的知识 光有死的知识是不够的 圣经是说,我们需要有 但是,还更需要有活的意象 所以,文式他们有的是logos 但是,还需要变成锐 等要对他们说话,变成活的意象 接下来,他们就看见他心 就大大的欢喜,就进到了房子 本来主耶稣是在马槽里 这个时候,为什么在房子里呢? 可见,他这时候已经生下来一阵子了 那时候,来户口,来人口补查的 那些外地来的人,都走了之后 这时候,有空的房间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他是进到房间里面去 所以,马太福音,这件事情是在路加福音之后发生的 路加福音的时候,牧养人来朝见他的时候 朝见耶稣的时候,还是在马槽里 那这里,已经到了房子里面 这就是后来的事情 他们看到小孩子,跟他的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 拿了黄金、乳香跟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这三样东西,有三重的意思 黄金代表什么?神性 神的性情,为什么是代表神的性情? 金或火,不变,长久不变 金是不会生锈,对不对? 所以,金是代表永恒,不变的 所以是讲到神的性情 然后,乳香是代表什么?复活的新香 这个烧香,他们圣灵人的烧香都是用乳香 墨药呢?死 给尸体抹上那个香料,都是用墨药 所以复活跟死 这个就讲到主耶稣的一生 主耶稣是神,祂有神圣的性情 同时,祂会经过死,祂会经过复活 所以,祂就把这个礼物献给他 说明了主耶稣的一生 然后,博士在梦中 博士也是在梦里面被启示 不要回去见西里 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所以,有简经家就说 当我们遇见基督之后 我们就不会走原路了 我们会走另外一条路了 对不对? 不再走回原路,回去见西里 他这时候,就走另外一条路 就回本地去了 然后,走了之后 主的死者就向约瑟梦更显现了 走起来,带着孩子 跟他母亲逃往埃及,就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里必寻找小孩子,要处灭他 所以,这个是第二次做梦 他夜间就带着小孩子 约瑟一得到主的启示 他也是,马上就行动 他不等到第二天 夜间就带着孩子 跟母亲往埃及去 不然就没命了 知道西里死了 这是要心意应验主界的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 这是哪里啊? 不许我翻了 和西阿书 对,和西阿书 和西阿书11章第一节 那个地方本来是讲到说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但是,马太福音里面 你用这个旧约的先知的话 有时候就解释起来,会有点奇怪 然后接下来,西里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的发怒 这个王本来就很爱发怒的 这时候更是发怒的 差人将伯利恒成理,并示尽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理的都杀尽了 为什么两岁以理? 他刚刚不是说,你这个心什么时候出现了吗? 所以,可见那个心是两年前出现的 所以,他为了保险起见,两岁以下的全都杀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处 引用这些促圣经 因为拉结,事实上只生两个孩子 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变亚民 这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 拉玛在哪里? 拉玛在耶路撒冷北边 刚好一北一南 拉玛是属于变亚民的境内 变亚民是拉结的一个儿子 耶利米书在这一段里面讲到的 本来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被掳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 他就说,那时候他就好像是听到 有拉结在哭他的儿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被掳走了,都不在了 所以就听到他大哭的声音 这段话被马太引用 就是说,这段话也可以用来预言 将来在伯利恒,这许多的婴孩被杀 和内幕的光景 因为许多的母亲在那边嚎啕大哭 因为他这些女人都不在了 所以,这个本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但是圣经里面既然是这样讲说 这件事是这样的预言,我们就这样接受 所以,小孩子被杀,一方面是不幸的事情 但是,也都在神的容许的计划当中 拉结是死在什么地方? 死在伯利恒,那时候叫以把他 所以,他被葬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伯利恒发生大屠杀的时候 很容易联想到拉结,也在哭泣 因为拉结的墓,就在那个地方 好了,接下来 希律死了以后,有数的死者在埃及 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王以色列帝 这样子经过了几年,他们在埃及逃难呢? 没有多久 因为主耶稣如果最早是主前六年生的 希律是死在主前四年 所以,他不会超过两岁 也有可能是没有几个月,他就死了 因为主耶稣是主前六年到四年之间 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可能出生 所以,他说,因为要害小孩子幸运的人,已经死了 所以,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为听见亚基老结他父亲,希律坐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的一座城 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这叫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所以,当大希律死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国土分给三个儿子 第一个,亚基老 亚基老是分到红色这一块 撒玛利亚跟犹太,还有下面的伊图满 他是主前四年,因为主前四年大希律死了 然后,他一直做到主后六年 然后就被废了,被罗马政府给废了 为什么?因为他不得民心,所以他被废了 然后后来用巡抚来取代 另外一个儿子,叫安提帕 主前四年,到主后三十九年,都治理加利利跟比利亚 另外一个儿子,费利,是治理特拉可尼 这个是一直到主后三十四年 所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本来是犹太人的王 后来就分给这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分别称为分封的王 特拉可尼,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现在的什么地方? 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的一部分 哥兰高地那个地方 叙利亚跟以色列的交界 拿撒勒,在加利利 所以他就避开亚基劳,耶路撒勒的地方,太敏感了 为什么叫拿撒勒人呢? 圣经里面找不到,圣经里面先知说他是拿撒勒人 但是有一句,可能跟他比较符合的 就是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说 从耶稀的本地发一条,从他根生的知子,必结果实 这个知子的希伯来文,发音跟拿撒勒很近 所以如果说是应验的哪一节呢? 应该就是这一节了 好,这个是今天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人说话 在这两张圣经里面,做梦 还有呢?看信心 还有天使说话 还有呢?看信心 圣经,圣经 对,这些,还有没有? 好像就这些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一个 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 不仅是Locos,还有瑞 对嘛 很多灵安派的教会,他们高举他们做的梦 他们看到的异象 可是他们对圣经,根本没有了解多少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个时候,这些东方来的智慧人 你这个博士,可以把它翻成是智慧人 他们圣经大概只知道这个巴兰 那个时候所讲的,有心要出于雅各 所以他们对圣经可能也不会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文事 那些文事,他们所知道的那么清楚 所以他们会有做梦,一直做梦 但是现在圣经已经全了 神要讲的话,都在这旧约39卷,新约27卷的里面 所以现在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OK 神对今天基督徒,会透过圣经说话 也会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感动跟声音,对不对? 这个感动跟声音,要用圣经来check 去检验 第三个,会有超自然的启示 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看到异象 有人会做异梦 还有,有人会领受预言 这叫做超自然的启示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神让我们在梦里面 对我们说什么话,这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还有呢? 借着诗歌,借着讲道,借着所灵书籍 今天突然听到一段,或者听到一首诗歌 神在对我说话,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经验 还有,借着其他基督徒的劝勉 他们分享的时候 神有时候,借着一个人给你劝告 这个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还有,环境的引导跟印证 上回我们讲到说,雅各在拉班那边坐 做到后来,神要他离开了 他也从环境有一些印证 什么印证? 拉班的气色,对他越来越不好 对,就是说,好像该走了 环境会有一些引导跟印证 最后,神会借着任何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 甚至于借着不信的人 甚至于借着动物,都有可能 所以,神可以借着任何事情对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的priority 应该从上往下 最要紧的是,所有的引导不能违背圣经的教导 然后,人家不管对我们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觉得 看看里面心里头有没有什么感动 是不是这样平安 不然的话,有人说 这个先知跟你说什么 可是有人说,你先知好,这个仅供参考 但是,我们自己里面说 主啊,你借着祂对我说这个话 但是,你要自己而对我说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 第一个是圣经,还有我们里面的感动跟声音 后面越下面的,就是越是附带的、辅助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在这里